另外一个大企业也要接受挑战 排名全台湾第六大富豪家族的 振兴轮胎集团 精传加变 原本从振兴创办人罗杰 接下董作不到一年的二子 罗才人呢 居然他被拔掉了董事长的职务 由罗杰的女婿陈荣华 回锅接下振兴的董事长大卫 打破传子不传女婿的传统震撼市场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因为振兴上市二十多年以来 第一次第一季 亏损了二十亿元 让那个公司派大敢不满 要来换人经营做看看 东森新闻也独家募集股东会 当天正新特别搭起铜价 不准入内拍摄 原来一场家族经营权的大战 正在开打 一圈一圈的轮胎呢 跌得比我还要高 这个就是正新集团旗下的 马吉斯轮胎 也是全球第九大轮胎厂 光是2019年的营收呢 就高达一千多亿 台湾最大轮胎制造商 名气红到全球超过一百八十国 但十六日股东会却惊喘加变 这是东森新闻独家取得的画面 股东会当天正新在门口 搭起棚架 经过的每台车 警卫都要确认身份 并量测体温才能进入 相当严格 原来经营权斗争悄悄开打 正新撞扮人罗杰 清点接棒的罗才人 动作直接被拔出 原要寻求连任董事长的罗才人 在股东会董事改选中 被姐夫陈秀雄 以最高票当选董事 另外曾任正新总经理的 另一位姐夫陈荣华 也取得二席董事 最后在三方协商之下 确定由陈荣华出任 正新董事长 据传连罗才人的大哥罗明和 也将票投给两位姐夫 这一两年宴席就不太好 那特别是今年的状况 又特别的糟糕 股东的串联之下 就扳倒了原本罗杰 鼠疫的接班人 从小轮脚踏车到汽车轮胎 其实正新创办人罗杰 当年从卖密件起家 进入轮胎行当学徒 甚至还有自我品牌 外派的员工来讲 第一个他要求你要有操手 也就是第一你当然不能收回扣 第二如果你有婚姻关系 你不能有小三 因为如果你不忠于伴侣 很显然你不会忠于公司 不仅要求员工的道德操守 还要学习当地语言文化 或是取外旗落地生根 让正新美国际资源 照样攻进欧美 掌正新大权 现任董事长陈荣华 名言就是 不国际化就准备破产 看来正新加变后 能否迎来新局面 考验才刚开始 东森财经新闻李某山众议院 黄富翔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某山众议院 王上一打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某山众议院 大家看来正新完美 里面有什么都没有 都不放回来 今 你 制作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